台湾女魔网红离奇失踪 几天后,尸体被发现在地下废弃停车场 全身一丝不挂 脖子上系着一条包带 闺蜜一时间成为头号嫌疑人 遭到网上的谩骂 她是神凶吗? 咱们形容一个女人心狠手辣的时候 常常会想到蛇仙美人这个词 据说这个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神话传说中一些 具有迷人外表却用邪恶手段害人的女妖形象 她们外表艳丽,却暗藏杀鸡 一旦出手,绝不留情 虽然闺蜜被判无罪 但蜀哥认为她脱不了干系 我们今天要讲的案件发生在我国台湾时 在台湾这块地 有对双胞胎姐妹陈可信和陈可业 这俩姐妹在1995年出生于宜兰县东山乡 打小就因为那漂亮的不像话的外貌出了命 姐姐陈可爷曾在珠宝店当过活 那时候人人都夸她是台湾最美珠宝店员工 就凭那脸蛋 那叫一个迷人 她在网络直播,游戏,模特等多个领域 那是混得风生水起 备受大火喜爱 姐妹俩后来从宜兰县搬到了新北市 紧挨着台北市 2017年3月1月上午10点30分 妹妹陈可婚有拍摄任务 早早起来精心打扮 那头发梳得溜光 妆化得美美的 准备投档后 跟姐姐打了声招呼就出门了 可谁能想到 这早上出门的陈可婚 到了第二天凌晨还没回家 姐姐称可爷那时急得不行 打了几十个电话 结果妹妹不接 就在此时 手机来了一条妹妹的短信说 我没事别担心姐姐 可爷立马觉得不对劲 表情瞬间僵硬 为啥呢 因为可婚平时可不这么叫她 也不用敬语 就这反常的语气 她一下就知道这短信不是妹妹发的 可爷赶紧发信息问妹妹在哪 但对方就一直敷衍 没多久联系就断了 确定这不是妹妹发的信息后 可爷赶紧跑去附近派出所保安 警察一查 发现陈可婚的手携在距离台北市 100公里以南的台中 陈可杰和男朋友立马开车 往台中试赶 那可是陈可婚手机信号出现的地 在路上 可爷给妹妹的朋友打电话 从一个朋友那听到妹妹 陈可婚和一个叫梁思慧的人 关系铁得很 两人是好闺蜜 梁思慧还介绍了个叫 陈宇的摄影师给她 据说她跟这人一起去拍照了 警察二话不说传唤了梁思慧 这梁思慧呢 一开始说最近没见过陈可婚 不知道她在哪 可在警察的追问下 她小心翼翼地开口了 她说 陈可信和一个做服装生意的老板关系好 她可能和那人在一起 警察一听就觉得她在撒谎 过了会 梁思慧给了警察几个电话号码 还说陈可婚很可能和这些人中的一个在一起 可这几个号码没一个能打通 警察虽然怀疑梁思慧 但没证据 只能把她放了 这梁思慧一回家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说自己受了不公正待遇 还在那儿哭诉委屈 可陈可爷一看这帖子 瞬间愣住了 赶紧去查看妹妹号码发来的短信 这一看不知咋的 短信语气跟梁思慧在社交媒体上发的帖子 那叫一个像 陈可杰马上去找可喷的另一个朋友 查看妹妹和朋友的短信记录 3月1日上午之前 还是妹妹原本的语气 后来的短信明显不是妹妹发的 于是 她得出个结论 有人冒充妹妹发短信 而且就认语气跟梁思慧很像 那叫梁思慧是不是对妹妹做了啥坏事 然后装没事联系啊 妹妹现在到底在哪呢 陈可杰对梁思慧那是满心怀疑 梁思慧和陈可婚那可是亲密的很的朋友 陈可爷担心妹妹根本睡不着觉 3月3日早上8点10分 陈可爷抱着一丝希望 又给妹妹打电话 可这电话那头传来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原来是太中市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员工 人家说酒店事务招领出有部手机 正准备报失呢 电话就响了 称子间没有遇 立马报案 然后就往酒店赶 等他到酒店的时候 警察早到了 还掌握了酒店住客名单 一查看 梁思慧和陈宇的名字在上面 这陈宇是梁思慧的男朋友 梁思慧之前还说 没见过妹妹诚可愤呢 现在妹妹的手机在这酒店被发现 她和男朋友也在这 警察接着就去检查梁思慧和陈宇 住过的1122号房间 房间收拾的那叫一个干净 警察查看监控录像 确认陈宇从1122号房间出来 走进失误招领出的画面 警察推测 就是陈宇把陈可昏的手机放在了失误招领出 梁思慧和陈宇两人显然跟陈可昏的失踪 偷不了干系 警察就把他们列为嫌疑人调查 梁思慧没犯罪前科 可知陈宇就不一样了 她在台北市警察的通缉名单上呢 她是一起暴力事件的嫌疑人 还骚扰过好几个女的 不过倒没杀过人 从这点看 警察觉得陈可片可能还活着 警察传唤陈宇 到警察局调查 这陈宇说 那天她和陈可面一起拍照了 她男朋友也在现场 可她心情不太好 至于陈可奋现在在哪 她说不知道 可能是心情不好 去别的第三星了 警察接着去找陈可昏的男朋友 结果跟陈可爷说的不一样 两人根本没吵架 警察说出事实后 陈宇又换说法了 她说 事实上 拍摄结束后 自己和另一个摄影师出去了 陈可面把包落下了 自己又帮她拿着 警察又得该摄影师行调查 但她并不是摄影师 只是之前和陈宇一起玩的朋友而已 而且她现在不在台湾 两路月前就去了杭州 一直在杭州生活 谎言被揭穿后 陈宇决定改变态度 行使沉默权 警察百分百确定陈宇与陈可奔的失踪有关 为了尽快找到可喷的下落 警察扎大了调查力度 警察提到陈宇的过去犯罪记录 警到他如果不如施交代 将会面临更严厉的惩罚 同时 警察放出假消息 说已经掌握了他与此次事件有关的证据 如果他如实交代 就会从轻处理 过了一会儿 陈宇终于开口了 去台北市南港区的万象大楼地下商场看看吧 警察立即前往陈宇所说的地方 他所说的万象大楼地下商场 已经很久没有营业了 被闲置惹 像个废墟 走进昏暗的地下商场 一股恶丑扑鼻而来 这是尸体腐烂的味道 警察直觉陈可奔 已经不在人世了 果然没错 他们在地下商场的角落里 发现了陈可奔的尸体 受害者的脖子上缠着包带 鞋子被脱掉了 全身赤裸 在警察局的陈宇相放弃了一切似的说道 自己和梁四慧一起犯了罪 然后逃到了台中市的酒店 这一切都是梁四慧的主意 自己只是按照女朋友的吩咐做了而已 听到陈可奔确认死去的消息 梁四慧泪流满面 肚出悲痛的表情 警察厌恶地嘲笑说 算了吧 别言了 你男朋友都已经招供了 另一方面 在陈可奔被发现的现场进行调查的警察 提出了陈宇单独作案的可能性 地下商场的地板上 有疑似陈可奔被拖刑留下的痕迹 如果梁四慧在的话 陈宇和他会一起搬弄陈可奔 那么地板上就不会留下痕迹 而且在陈可奔被发现的地方 周围只发现了一个人的脚印 警察在地下商场的楼梯上 发现了口罩和矿泉水平 警方随后捡下受害者的指甲 送去进行DNA分析 那么陈宇对事件说了什么呢 在警察的执着追问下 陈宇终于开口了 他说 因为陈可奔总是觉得自己有点名气 很了不起 总是无视梁四慧贬低他 梁四慧觉得很受伤 想要报复 所以他们就把受害者叫到了万象大楼地下商场 陈可奔一到地下商场 梁四慧就吩咐自己拿着手电筒罩着 没办法 自己只能按照梁四慧说的做 但是陈可奔反抗得很厉害 梁四慧惊慌之下用手电筒打了陈可奔的头 把他打晕了 自己用包带勒住了他的脖子 因为太慌张 没控制好力度 这是个意外 都是梁四慧照我做的 我只是按照他的吩咐做而已 那么陈宇的陈述是真的吗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梁四慧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梁四慧22岁 梁四慧和陈可奔是老朋友 两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晒一起拍的照片炫耀他们的关系 照片中两人一起吃饭 庆祝生日等 看起来非常亲密 梁四慧出生在台北 他的父亲在中国遇到了第二任妻子 也就是梁四慧的母亲 生下了梁四慧和妹妹 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 梁四慧的父亲是退休警察 父亲退休时拿到了一大笔退休金 母亲经营着一家零食店 家庭条件比较宽裕 2017年2月 梁四慧的父亲因病去世 据邻居说 梁四慧和母亲关系不好 两人吵架的声音大到外面都能听到 有传言说她曾在酒店的娱乐场所工作过 如果这是真的 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和母亲产生了矛盾 学生时代 梁四慧因漂亮的外貌吸引了很多男生 但学习不是她的强项 2017年3月 梁四慧因为没交大学学费被学校开除 2015年 梁四慧曾经也是一位有名的网红 甚至出过专辑 但一年后就过期了 两年后 梁四慧叫了新男朋友 她自称是入围了索尼世界摄影奖的著名摄影师 她的父亲是卡迪亚的高管 这个人就是案件的主要嫌疑人陈宇 陈宇和梁四慧曾是关系很好的恋人 但现在俩人互相指认对方是凶手 我们返回案发现场 警察在万象大楼地下商场周围的便利店监控中 发现了重要线索 3月1日中午11点46分 一个戴着灰色帽子的女人走进便利店 两分钟后 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和陈宇一起走进便利店 陈宇说这个女人是她的女朋友梁四慧 中午12点26分 陈宇和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走进万象大楼 戴着帽子 穿着灰色衣服的女人从另一个门走进万象大楼 警察确信戴着灰色帽子的女人是陈可问 穿着黑色衣服和陈宇一起的女人是梁四慧 因考虑到可能会销毁证据等情况 警察于是申请了逮捕令 但梁四慧强烈否认监控中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是自己 陈当时自己在家 但梁四慧的男朋友陈宇却说 就是她 当这一事实被媒体曝光后 人们对梁四慧进行了猛烈的谴责 人们指责她极度好友 利用男朋友做坏事 甚至杀人 是个蛇仙美人 而且 在事件发生前不久 她父亲刚去世还不到一个月 怎么能做出如此恶毒的犯罪呢 人们的指责都集中在梁四慧身上 还记得前面陈宇说 陈可分失踪那天一起出去的摄影师吗 她其实不是摄影师 只是和陈宇一起玩过的朋友 她在网上揭露了陈宇的真面目 陈宇总是垂师自己是富二代 但都是假的 她拿着的车钥匙 比如法拉利 兰博基尼 马沙拉蒂的钥匙 都是在淘宝上买的假货 还有她的黑卡 也是在淘宝上买的 她还炫耀说 这是美国发的卡 在这里不能用 她还说 自己和范冰冰 全志龙是朋友 真让人无语 她还说 自己家在法国以后一起去 但到现在都没给人看过她的家 她用这些手段去骗人 勾引女人 骗她们当模特 骗她们的钱 做坏事 总之 她是人渣 在调查陈宇的过程中 警察对她丰富的犯罪经历感到惊讶 她在2016年底 以拍照为借口勾引模特 结果模特逃跑并报警 所以她被通缉 此外 她还对一个15岁的女孩有不轨欣慰 但陈宇的母亲 给了受害女孩的父母40万新台币 最终达成和解 她只受到了轻微的惩罚 陈宇在9岁时父母离婚 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她从小就有偷窃品 在超市 文具店等地方随意偷东西 陈宇从小就经常进出警察局 为此 陈宇的母亲搬了三次家 但她却越来越叛逆 2013年 陈宇遇到了一个叫萧芝的女人 萧芝被陈宇华丽的外表迷惑 她觉得自己找到了改变人生的机会 陈宇一开始给她买昂贵的奢侈品 带她吃好吃的 但后来发现 陈宇给她买的奢侈品 都是在网上买的假货 没多久 陈宇就说有个大买卖 让萧芝投资 过了一段时间 萧芝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总之 陈宇就是个人渣 但她之前没有杀过人 那她为什么要杀陈可贤呢 是真的因为女朋友 良思慧的指使吗 警察检查了监控 然后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 3月1日 监控中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 并不是梁思慧 而是住在万象大楼的另一个女人 事件发生时 她戴着帽子和口罩 脸被遮住了 而且身材和陈可片很像 所以警察就相信了陈宇的话 与此同时 梁思慧的母亲也找到了 这名女儿清白的重要线索 为了喜气女儿的冤屈 梁思慧的母亲 查看了附近所有的监控 在女儿家周围的监控中 她发现晚上6点20分左右 女儿从家里出来 去了外面 这如梁思慧所说 事件发生时 她不在犯罪现场 真的在家里 但是警察也有理由相信 梁思慧在犯罪现场 在手机位置追踪中 梁思慧的手机在犯罪时间 出现在了犯罪现场 调查结果显示 警察发现是陈宇偷了梁思慧的手机 并且她抱梁思慧的手机 冒充陈可胖和她的家人朋友联系 这时DNA分析结果出来了 分析结果显示 在现场发现的口罩 矿泉水平和陈可片的指甲上 只发现了陈宇一个人的DNA 这意味着犯罪现场只有陈宇和陈可片两个人 在随后的警察调查中 在梁思慧的家里发现了陈可婚的手表和手机壳等物品 这些都是陈宇故意放在女友家里的 那么陈宇为什么要如此有计划地把自己的女朋友梁思慧拉成公番呢 原因很简单 杀人罪至少要怕20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教唆杀人罪的刑期相对较轻 只有14年以下 为了减轻刑罚 他想尽办法把女朋友拉进来 他认为如果罪行败露 警察更有可能把梁思慧当成主犯 真相大白后 陈宇坦白了自己所做的一切 那么现在根据他的公书 来重构一下事件当天发生的事情 陈宇之前就对陈可婚有非分之想 他提出给陈可婚50万新台币的报酬 让他拍照 因为两人之前就认识 所以陈可婚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 决定拍照的那天 两人在万象大楼地下商场附近的便利店买了矿泉水 陈宇说 他的车停在万象大楼的地下停车场 就带着陈可婚往地下商场走去 陈可婚毫无怀疑地跟着陈宇 一到地下商场 陈宇就制服了毫无防备的陈可婚 受害者尖叫着反抗 陈宇就用包带勒住了他的脖子 陈可婚断气后 陈宇把他拖到地下商场的角落里 然后从容地离开了现场 陈宇随后去了酒店 用自己和梁思慧的名字 登机入住了1122号房间 然后用陈可婚的手机 给他的家人和朋友发短信 过了一段时间 他把受害者的手机扔到了酒店的失误招领处 这就是陈宇的公述 2018年7月10日在法庭上 陈宇声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 请求从今处罚 检察官则指出陈宇将陈可婚 诱骗之事先计划好的地点 犯罪后还企图将罪责推给女友 这明显是有预谋的犯罪行为 不应予以减刑 但法庭最终考虑到陈可爷在犯罪时 因受害者陈可撇的喊叫 而显得有些慌乱 犯罪行为似乎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且犯罪手段并非其切残忍 所以没有判处陈可爷死刑 而是判处其无期徒刑 陈可分的家人在听到判决后悲痛欲绝 而陈宇在得知自己逃过一死后 露出了一丝微笑 这家伙还真以为自己能一直这么侥幸下去 他也不想想 他干的那些缺德事 哪能那么容易就被放过 陈宇随后多次提起上诉 想接着自己有精神疾病的理由减刑 2020年6月 这家伙就像个跳梁小丑似的 在法庭上各种折腾 一会说自己精神状态不好 一会又哭诉自己的悲惨童年 试图引起法官的同情 可法官那是火眼金睛 哪能被他这点小气量给骗了 最终维持原判 2020年10月15日 最高法院驳回了陈可分家属 要求判处陈宇死刑的请求 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 再说那梁思慧 虽然他的清白得以证实 可乘可分的家人和一部分网友 仍然觉得他脱不了干系 这也难怪 他一开始就含糊其词 故意隐瞒很多事实 搞得自己神秘兮兮的 不被怀疑才怪呢 要是没有DNA的鉴定结果 还有他老妈拼命为他找不在场证据 估计这时还真就说不清了 乘客相葬礼的那一天 梁思慧没去祭拜 而是在网上发了一条悼念消息 愿你纯洁的灵魂得以安息 这不是新兴作态是什么 陈可分的姐姐陈可爷 看到后那是强烈谴质他 让他别再装模作样 想想就梁思慧从一开始被卷入这件事 就各种不靠谱 一会说不认识陈可片 一会又给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线索 把警察和陈可爷耍得团团转 现在陈可片去世了 他连葬礼都不敢去参加 只敢在网上假亲假意地发点文字 真是让人唾气 而那个成瑜呢 更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他犯下如此重罪 却还妄图通过装病来减刑 他以为法律是可以随便糊弄的吗 他的那些恶行 就应该让他在监狱里好好反省 一辈子都别想出来 妹妹去世已经三年了 姐姐陈可爷也慢慢走出了阴影 这陈可爷也算是厉害 不仅成为了台湾有名的大网红 还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2008年出版了自己的写真集 但妹妹的惨死 那可是她心里永远的痛 每逢妹妹接约的时候 姐姐总会在社交平台发这样一段话 这辈子看不到妹妹老去的样子 不清楚老了我们会不会长得很像 但我希望下辈子 我们还可以做双胞胎 我想要的是妹妹和我一起活下去 咱再回过头来看看这起案子 陈宇这家伙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不惜杀害无故的陈可盼 而梁思惠呢 虽然最后证明她不是共犯 但她一开始的行为也让人怀疑 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案子 你是怎么看的呢 梁思惠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还是还有什么隐情没有被透露出来呢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流网的订阅鼠哥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本视频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 记得照顾好自己 远离那些可能让你陷入麻烦的人和事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